現在台灣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大家要有共識 必須要力挺蔡總統保住本土政權 否則一切都化為汙油 今日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灣 我跟賴清德回答說 你輸了初選 但是你的風度贏毀一切 你沒有輸 我甚至賣工錢等了 我耍了勾勾 你為台灣的民主列車 補胎充氣 還促使駕駛者 知道要鎖緊螺絲緊握方向盤 你還誠心祝福 給予祝福 所以感動了所有的乘客 這是政治家的風範 這是政治家的風範 當然 你怎麼會這樣 你這就很難看 你這就很難看 你不喜歡